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三分鐘 請溫委員玉霞發言 由院長 蘇院長 各位同仁 各位在座所有的官員們 大家早安 今天本席要說的是 振興建不便民 政策大打折扣 從coupon 建到振興建 一再拖延 討論了兩個多月的紓困抵用券 要到七月份才能上路 按照行政員的版本規劃 每個人要先付一千元 才能獲得三千元的抵用券 三千元扣掉一千元 等於只剩下多出來的兩千塊 老實說這樣的小確幸 並沒有帶給民眾多大的喜悅 尤其將來使用的範圍到底有多少 還沒有確定到底能不能吸引民眾熱烈的響應 都還未注視 事實上 振興建的推出 凸顯政府對政策的制定 不僅脫離現實 更是違背廣大的民意 首先 政策的目標必須辯明 但振興建的設計從之前要綁定電子支付到 讓老人家不會使用被罵翻 尤其到最後 敲定先從民眾的口袋 掏出一千塊錢來購買振興建 請問官員們是否知道 這些弱勢的低收入的團體們 他們手頭已經很緊了 實在沒有多餘的錢可以來使用來購買 要老百姓先掏錢 政武實在是欠缺成意 為何不能像之前的馬政武時代 先花三千六百元的消費券 不是更為方便實費嗎 更奇怪的是 振興建的使用範圍 為何不能早早地拍板確認 是否因為涉及企業或是商店的利益 想想看 如果這些企業要以商店 被排除在使用範圍之外 或者民眾想購買的不能買 而能買的又不太需要 那麼 政府政策豈不是大打折扣 我們防疫工作雖然成功超前步驅 但是 振興經濟相關的政策卻有點慢 以行政衝衝衝的效率來講 無法理解為什麼振興建要拖到7月份才能上路 到底是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其實 國民黨一直主張 花現金比較實在也是最好用 行政團隊一直在排斥不願意 事實上 連民進黨的多位立爺 也是認同應該花現金 為何政府要排除在野黨的建議呢 政策成功也算是政府的功勞 受到疫情的衝擊 一般民眾的苦日子已經很難再撐下去了 最後 不管花現金或是振興券 希望減少限制方便使用 只有即使有效檢疫的紓困方案 才能獲得廣大民眾的認同和感謝 和謝謝 謝謝文委員 繼續請洪委員孟凱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 今天是蔡英文總統再次任命 蘇貞昌院長續任科員的第一次施政總質詢 被稱為史上最具有實權的蘇院長 本席只有一個期許 蘇內閣請拜託一定要苦民所苦 蘇內閣請拜託一定要跟人民站在一起 蘇內閣請真的一定要聽到民意 我們說如果還要在45天 依照目前媒體的消息以及規劃 7月15才要發振興券的話 那蔡英文政府你真的離人民好遠 還要45天 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對於全台灣2300人 最重要的事情不就是要振興經濟嗎 為什麼我們的振興券 還要再等45天才能發放 難道蘇內閣你是嫌現在業者倒的還不夠多嗎 連民間業者到昨天開始 都已經有民間業者自主性的 來推出所謂的抵用券的時候 我們要請教現在的蘇貞昌院長 我們為什麼沒有辦法超前部署 疫情中心都說6月7號就可以開始防疫新生活了 同步的振興腳步不是應該也要跟上嗎 可不可以請所有在座的官員去看看街頭 去看看飯店去看看餐飲業者 大家的辛苦我們真的有感受到嗎 再者從當時的馬政府時代 消費券從通過條例到最後發放 不過短短兩個月的時間 但是在這一次我們的振興條例通過到現在 已經將近快四個月了 為什麼我們的振興腳步還是遲遲沒有辦法跟上 這不是明顯的行政怠惰嗎 蔡英文總統也說了 發放的方式一定要簡單 請問各位官員 現在有什麼方式比發放現金還要簡單 我們要請蘇內閣把蔡英文總統的話給聽進去 還有現在傳出的振興方式說穿了講白了就是難用版的消費券 拿一千換三千根本多死一局 其實國民黨團完全不在乎現在執政黨要學習過去2008年的消費券的模式 但是終究消費券變來變去想方設法也不會比過去更加的好用 所以我們真的請現在的執政團隊如果要辯明要好用要快速 發現金才是最方便的方法 而時間真的應該極快不宜慢 端午連假前請勇於考慮及早發放 謝謝 好 謝謝洪委員 繼續請葉委員玉蘭發言 由院長蘇院長在座的各位官員大家早安 昨天遠見雜誌公布2020年縣市長施政滿意度調查 在各縣市政府八大面向的施政表現中 警政治安和消防安全獲得最高的評價 警察的好用 蘇院長最知道 他也最善用警察 2006年第一次出任行政院長的蘇貞昌先生做了一個好賭 半年內治安不改善 他要下台退出政壇 但蘇院長的烏紗帽八萬警察大軍為他保住了 去年蘇院長二度出任行政院長 第一天他就前往桃園國際機場去視察邊境防堵非洲豬溫檢疫的相關作為 為了全力防堵豬肉製品進入台灣 他要求對入境的旅客的行李要進行百分之百的檢查 官務人員不夠檢疫人手不足 X框機不夠在蘇院長的眼裡都不成理由 只要有警察都沒有任何問題 蘇院長堪稱是警察的愛用者 自上任以來警察查株溫防酒駕押制施行正義街頭鬥毆 到這次新冠肺炎的防疫作戰 警察無語不疑 但是全國的警察也沒有讓他漏氣 都順利的完成使命 贏得人民的信任與支持 從昨天的遠見雜誌民調中緊銷的高得分就可以獲得證明 今天是本次定期會的最後一天 我回顧本席在這四個月以來 努力的向院長還有中央各部會 爭取與警察消防海巡移民 監索人員相關權益 不管是口罩 防疫物資 恢復發放警察人員的子女教育補助費 擴大巡官的編制修改跟警察相關的一些 不管是槍炮彈藥 刀戒管制條例 緊線使用條例或者是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的 目的都是在為警察爭取正常化正當化的工作條件 這條路還很漫長 我還在努力 但是我心見最了解最愛用警察的蘇貞昌先生 三度就任行政院長 我更希望蘇內閣的各部會 也都能夠跟蘇院長一樣疼惜警察 愛用警察 也不要讓退休的警銷們有被使亂中氣 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哀 把他們該得的還給他們 謝謝各位 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 繼續請陳委員以信發言 大家早 下週六 六月六日 高雄人就要投票 決定是否罷免韓國瑜市長 罷免是民主的權利 人民有權選舉就有權罷免 但是以信要誠懇拜託高雄市民 或許投票之前可以想一想 今天罷免掉韓國瑜 罷免掉的不只是一個人 真正罷免掉的 會是一整條高雄經濟發展的整股路線 高雄是一個偉大的城市 很多老一輩高雄人可能還記得 高雄曾經是全台灣最先進的地方 因為台灣第一個按照現代化都市規劃建立的城市 就是高雄 而六十年代的高雄 是全台灣最國際化的地方 當時七弦三路的招牌上幾乎都有英文 七十年代的高雄 是全台灣最繁華的地方 當時沿城區的地價 比台北市西門町還要貴 八十年代的高雄 是國際經濟發展的典範 各國專家都來到高雄 學習高雄加工出口區 如何帶動整體國家經濟起飛 九十年代的高雄 是全球貿易的關鍵樞紐 是全球排名的第三大港 是全體台灣人的驕傲 不過再來二十年 高雄的發展卻停頓了 高雄的繁華逐漸變成歷史 民進黨在高雄執政二十年 就像是幫高雄畫了一個美麗的妝 雖然整容得漂漂亮亮 但是高雄的身體卻變虛了 高雄的經濟也變差了 本來高雄是夢想的天堂 許多南部的年輕人都要到高雄工作 但後來卻變成很多高雄的年輕人 要外出找工作 一年半以前 高雄給韓國瑜一個機會 相信就是希望高雄能夠換掉一條路線 換掉民進黨的整容路線 換回國民黨的整骨路線 但是現在 韓國瑜才做不到兩年 七年之病 尚求三年之愛 如果現在換掉韓國瑜 就是換掉國民黨的整骨路線 換回民進黨 換回過去二十年 民進黨在高雄的整容路線 這樣會對高雄比較好嗎 所以以信要誠懇地拜託高雄人 再給韓國瑜一個機會 再給國民黨一個機會 再給高雄經濟的整骨路線一個機會 拜託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陳委員 繼續請鄭委員鄭勤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 罷免權是人民的民主權利之一 但是罷免權如果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那麼台灣的民主恐怕會陷入紛紛的民主 老老的亂局永無寧日 對台灣的民主發展社會穩定 絕對不是好事 目前我們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七十五條條文明定 未滿一年不得罷免各界均無一役 但是目前出現的爭點是 提出罷免提案及連署的時間 是否可以在一年內或公開或私下發動 雖然多數的公法學者認為 按立法意旨 一年內不應該提起罷免提案及連署 但仍有部分學者採不同的見解 既然各界解讀不同爭議不斷 那麼明確法律文字讓社會各界有所依循更顯重要 本席認為為了避免選舉結果剛剛落幕 相對陣營隨即提起罷免提案連署 容易導致政治動盪 仿如選舉延長賽永無止日 不如明確規範公職人員就職未滿一年 不得進行提案連署 使社會各界有所依循 同時近年來在推動罷免的過程中 有部分的罷免團體或支持罷免的個人 發出動員令號召外縣市的人來簽戶籍 那麼這些被動員簽戶籍的民眾 仿如我們在選舉的時候被限制的幽靈人口 本席也認為不妥事 推動罷免是人民的權利毫無疑義 但現行的規定 若是罷免投票前四個月簽戶籍的民眾 在具有該屆公職人員選舉投票資格的選舉人 進行罷免較為適宜 符合該選區的選民有權托付 也有權收回的選舉罷免權利 同時也能避免不當動員外來人口簽戶籍 突爭罷免的動盪 本席呼籲朝野各界 共同關心 完善相關的法規 共同來創造台灣民主的新典範 謝謝 好 謝謝鄭政權委員 登記國事論壇發言的委員都已經發言完畢 現在休息